摸一下 轩哥 是收购上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那时候一个女孩之前 她总是对你挨刀过理 突然之间呢 跟你发生了身体接触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啥 身体接触 轩哥 那你 这得小心 为什么要小心 轩哥 我跟你说 这招非常厉害 这叫欲擒故纵 这是一高手啊 欲擒故纵 你 我说是吃你 我怎么会有点好 你把我的手拿起来 你不在这肯定是不够的 你不就想打个手 我希望你把手拿起来 我让你安心 我给你打电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说实话 你是这儿的绣娘 你就是来收购绣坊的这个大奸商对吧 谁和你说的 不然呢 开玩笑的了 我在这儿也待了很久 特别了解这儿 而且这里的每一件东西都非常好 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只是这酒香呀也怕巷子深 而且这里的绣娘也要养家糊口 给自己的儿子夹个鸡腿吧 既然你对这儿这么了解啊 那就带我参观一下 为了绣娘的儿子有鸡腿吃 行吧 行吧 你你咋还打人呢 笑什么笑带路啊 请 行吧 怎么 师傅没有同意收购 你这小绣坊消息流通得还挺快啊 不是消息流通得快 是你不是第一个被赶出来的人 可是现在只有被收购了 才能够解决你们绣坊的困境 你知道师傅一共交了多少个学生吗 六十多个 可是现在留在身边的只有十几个 其实呀每年都有很多厂商找过来 口口声声说要传承苏绣的手工技 可是到了最后呢 都会要求师傅变成工业化 而且还有人更过分 打着师傅的名义在外面招摇撞骗 制造一些粗枝乱造的东西 所以他才会没有兴趣 所以说你们也认为我是那种人 是你没有用心 我太了解我师傅这个人了 他用了大半辈子的时间 精通了各种不同的刺绣技法 这里的每一件作品 绣出来的都是岁月和情感 他尽心尽力地想要将苏绣传承下去 所以他比任何人都希望 这个绣坊可以发展得更好 他不需要你们过来跟他聊合同 他需要的是真心 真心实意地懂得 真心实意地理解 这看你的样子嘛 也不笨 应该懂吧 你敢把笨这个字跟我联系到一起 不就没有让你看看我大脑网络身经 有多么的清晰和活跃 我 你 你还进去看不看 早 早 你是来找我师傅吗 他不在 我是过来找你的 找我 好 干嘛 我等一下呢 要去我们苏州的店铺巡店 你跟我一起去一趟 我 为什么 想要达成合作是需要我们双方 共同努力完成的 不能只让你们了解我们明远 我们更需要了解下你们的实力 我们的实力 庞总好 唐总好 唐总好 好 咱们这一季最新的服装拿过来一下 好的 坐吧 我说你巡店就巡店 干嘛带上我呀 我会过来考验你一下吗 考验我 你拿这些出来不会是想送给我收买我吧 你还挺会想的 我是想让你以你们绣坊的新商水平啊 帮我看一下 我们最新一季送堂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问题 哦 行吧 还是想在家里边吧 我们是想要把那种药 我还不错是想要他们的都知道 我是怎样都知道 你当然是想要那种药 你怎么这么快 我还没被你露了 我都知道你现在不错 你现在不太好 我也不错 你现在不太快 我还不太好 这种药 你也想要是想要想要不出一个药 你觉得问题是在工艺上 还是在设计上 如果我说出来的话 有没有劳务费 什么 劳务费 想要劳务费 我问你关于送堂的事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我跟你说 你要耐心一点马上就到了 好好欣赏一下 多么美啊 我很忙啊 那你现在可以走啊 可以下船 阿姨 莲莲 今天阿姨毛的丧子啊 可以看一下您这个吗 靠近来 靠近 摸一下 什么感受 摸一下 手汗 除了手汗呢 热的 那你觉得这和送堂摸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吗 它们之间差的就是温度 这绣品啊就跟人的一生一样 这一针一线都是带有温度和感情的 而这个是机器永远没有办法做到的 所以如果你想打动我师傅 想要了解送堂的话 那就要带着一颗有温度的针线去感受 所以明白我说的温度了吗 来 阿姨 谢谢你 绣得真好看 谢谢 怎么 是不是看我陪了你一整天 想买个玩偶送给我呀 这小狐狸挺可爱的 我说你拿个小王子 该不会是有什么王子病吧 我是买过来送你的 不知道就你这样除了玩偶以外 也遇不到什么王子 老板 多少钱啊 五十块 现金还是 微信吧 好嘞 谢谢啊 走了 谢谢阿姨 再问啊 拜拜 拜拜 摸一下 轩哥 是收购上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那时候一个女孩之前 她总是对你挨刀过理 突然之间呢 跟你发生了身体接触 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啥 身体接触 轩哥 那你 这得小心 为什么要小心 轩哥我跟你说啊 这招非常厉害 这叫欲情故纵 这是一高手啊 欲情故纵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这怎么 这不用看出来啊 这是现在很多女孩的一种套路 是 轩哥 您就是经验不足 我跟你说 等您以后遇到的多了 您自然就 不是 我 我的意思就是 就是 那个女孩她 应该挺喜欢您的 她尽心尽力地想要将苏绣传承下去 所以她比任何人 都希望这个绣坊 可以发展得更好 这绣品啊 就跟人的一生一样 这一针一线 都是带有温度和感情的 而这个是机器永远没有办法做到的 如果你想打动我师傅 想要了解松唐的话 那就要带着一颗有温度的针线去感受 而且这里的绣娘也要养家糊口 给自己的儿子 夹个鸡腿吧 好 不好意思 对不起 你这几天没见 礼貌方面进步的不少啊 我先走了 等一下 来 拿着 你干吗呀 我自己可以拿 别人在帮你的时候啊 你只要说谢谢 这样就够了 可我明明可以自己拿 我不需要你拿 我根本要跟你说谢谢呀 我也没指望你谢呀 这 我说 谢谢啊 你找我师傅是送新的企划案吗 是啊 他怎么说 他说 他需要再考虑一下 那就好 前些天啊 你跟我说的那番话 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所以我现在有很真诚的 谢谢你 不客气 走吧